大家好,现在这一期就是最大的工程了,啊不对,下一期也是个大工程,就是讲标准的一个使用流程 这是文具箱第46期的第二小节,就是万年笔,钢笔的一个标准使用流程 首先入门阶段是钢笔选择的方面,它在这上面给了你三个指标,三个指标一个就是你写字的力道大小,然后你的笔胶和纸面的角度,还有你握笔的位置 其实这三个全部都可以用这个角度来概括啊,它这给你举了几个例子,12345这个表,这个表上有什么80度,70度,60度,50度,40度,就是一个概念,意思就是说从角度大到角度小 它是说,我拿个笔,你在握笔的时候,如果说你握的离笔尖很近的话,那你肯定这个角度就大,因为你手在下面垫着呢,你肯定角度就会变大 如果说你拿的远的话,那这个角度就会变小,那同样如果说你拿的这么近的话,那那笔尖压强肯定要高 如果你拿的远的话,笔尖压强肯定会低 这个表总结来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压强高的时候呢,就是写字一般会比较快嘛 它说你就适合这种细的硬的,然后远的时候呢,就是笔尖大而软的,就这么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针对入门级选手的这么一个建议啊,就是出入笔尖的这么一个建议 实际上它后面有讲到说你,不用后面这块就讲到了,这边马上就讲到了 就是这边它讲到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很习惯用钢笔的人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每个品牌的钢笔啊 包括不同的粗细尖软硬尖,它到底应该怎么用 所以说,如果你习惯了钢笔的话,你用什么件都是OK的 这里还讲到说,在你买笔之前呢,尽量的到柜台上去试吧 毕竟柜台有试嘛,咱这儿柜台没有啊 咱这儿大家基本上都在网上买笔,然后就算是有这个柜台也基本上都不让试 那这个就pass了,没办法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希望跟自己的朋友啊什么的试写那么几笔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笔的属性了 他这里边还介绍一下这个日本三家钢笔的笔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性吧 但其实这三段基本上就跟废话差不多 写乐就是说21K软一点,然后14K硬一点 那软的就不适合大力数据机的嘛 那你硬的就不太适合你写字贼青的,就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百乐呢,就是,他说的是如果你写的,就是你使劲的话,他的字迹就会变粗 这个也是跟废话一样的 那376呢,就是说他的因为这个形状啊,还有这14K的关系,他会比较硬 他相对于另外两家会比较硬一点 但是呢,他的出水控制会比较比较严格,就是他会比较细一点 基本上这期从这开始呢,就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笔记的环节了 首先是这个中间切割的这个缝 是不可避免的嘛,他没办法真的切到百分之百的5比5 这种尖呢,他上面写的是不适合那种大力初七七的选手,然后也不适合初学者 因为就是,不能叫初学者,应该说刚入门的新人 因为就是这个笔尖会比较难以控制,如果你对钢笔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的话呢,用这个笔可能会觉得就很不舒服 紧接着下一个要点,就是说笔尖在越细的时候,在压强会越大 所以说他举例用的是3746的这个UEF,他是超细尖,超超细尖 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卡丽卡丽感,就是说这个不那么顺滑的,瓜指的感觉会强一点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家在买笔的时候要知道这一点 不能说你要求我超细尖,斜感跟M尖跟B尖一样,那是不现实的 然后下一点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到后面测试中的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是你笔尖,很多人握笔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笔其实是左右歪的 如果说你笔尖是左右也带角度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是用细笔尖,你一切自歪的话 我不太清楚他这个意思是说,是搁趾的感觉 他就说,如果说你本身带角度非常非常朴的话 那你用细尖肯定搁趾感很强,就是瓜指感也很强,材质刀嘛,就俗伸了材质刀 如果说你是用,你是偏,然后你用这种粗尖 那你中间这块就压根没碰到纸张,大一点 你中间这块压根就没碰到纸张,所以说你起笔的时候肯定会有非白啊之类的这种情况 很多人的所谓的瓜指啊,非白,其实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并不是笔尖本身有问题,而是你写字的时候你是带角度的 然后呢,他这上面写了一个,这是当你是写字很轻的人 那么你用那种尖很硬的笔的时候 肯定写字,因为他下墨会不畅,就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压到笔尖嘛 墨手就下不下,就不太好下 就写字也不太流畅,这么一个概念 如果说你是写字很硬的,就是写字很大力的那种人 那么这种钢尖会比较适合,因为钢尖都比较硬嘛 但是呢,钢尖会有个问题,就是他在写横的时候 他的跟踪性会比较差,就是他写横的时候会不那么顺手 然后这个就是,专门找了这个百乐店里边这个笔尖测定的这个活动 不是活动,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家的笔尖测定 来给大家讲这个笔尖测定到底怎么回事 主要就是这个人来给做这么一个测试流程 这个东西是可以预约去测的,是免费的 但是呢,默认在你会买一根笔的前提下 当然你要是真的就是不买呢,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也不会说把你扣下,不让你走 只是通常来说,他是默认你会买一根笔的 这就是那个笔压测试器 然后他测试用的是742,因为742的笔尖会比较全 他这里说了742啊,912啊,15种种类的笔尖是全的 所以说他们会用这个笔来作为推荐 你测出来结果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你最适合的笔尖,你就可以买走了 这个测试结果反正咱也测不着,就看一下这个表就行了 这个表上面就是说,首先是你这样左右的这个角度 还有就是你是笔尖和纸张的这个角度 这条红线指的是平均的这个笔尖的压强是140克 就正常人平均值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测试表就明显这个人是比较弱的嘛 他下笔是非常轻的那种 这块呢,这个图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他说的这个内容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不是比较有意思吧 就是我觉得值得一提 他说很多人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笔尖 我握笔的时候我下笔左右歪的这个问题 有这个叫什么扭矩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这个横向的这个角度 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会用这个大的这个笔尖模型来演示 如果说你这个歪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自己写字的时候 笔尖是歪的 那歪的话一定会造成 熟悉一下郑刚说的内容 如果是细尖你歪就会刮纸 如果是粗尖你歪的话 你就会起笔非白断末这种情况 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程度的你写字就是你的钢笔出现问题 其实是因为这写的果 并不是说这个笔尖本身的果 再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说钢笔使用久了之后会磨出数据面 这个就无所谓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你越写这个笔尖越粗 一个因为可能是你就是劲大 然后把这个笔尖劈开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磨出数据面之后 它的接触面变成一个面 你原先的话它是很有棱角的 你其实是在用边上这个冷写字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以它这个图为例 它这个显然是往这边偏的 写字之后它肯定是往这边偏的 再来看这个 敲黑板 这个就是讲到你笔里边灌了墨水 不管你是用生墨器也好 用墨囊也好 用活塞也好 不管你灌了多少的量 你灌一次之后呢 要在三到四周的时间之内把它全部都用完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钢笔不怕用 你每天写几行 对它保养来说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写就是最伤的 也就是说你不管里边灌多少磨水 你一个月真的要把它写完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上面有拍的各种什么 我握比的姿势千奇百怪的这么一个力图 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握法 就是说首先拿着一个乒乓球的握法 但是其实大家这个大多数人握比姿势 其实都是不标准的 自己用了舒服就行 这部分是需要敲黑板画重点 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你的笔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笔尖无法一笔出水 它的笔尖会有点干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会非常用力的去压这个笔尖 试图让它出水 这个做法是错的 并且非常非常的伤笔尖 正确的做法呢 就是应该沾点水 然后拿一个柔软的布来把它沿液 擦干净沿液 这个比较好 这个就是正常的书写的方式 那很多人其实它是有左右的这个偏的 左右的偏其实影响非常大 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自觉而已 只要知道了自己是哪一种用笔方式 你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笔尖 然后这上面就讲到墨水的内容了 就是钢笔和墨水是有个相性度的 有可能这款笔就是适合这个墨水 这款笔或者就是不适合这款墨水 所以说相性度也是个很迷的东西 它这上面说如果说你用这个钢笔上了这个墨水 觉得写干很奇怪的话 你就写干净换一个吧 我个人推荐呢 就是常规来说作为一个基准的 适用性比较广的墨水就是Diamine Diamine那个墨水就是各方面也比较安全 然后它的各种属性也都比较平衡 它算是一个可以说是做这种 笔尖有没有问题的测试的一个墨水 因为不然的话其他的墨水 都有可能给你的笔相性不好 那Diamine也有相性不好的情况 但是那是极少数 它的覆盖面是最大的 啊 然后就讲到这个钢笔墨水的保存期限的问题 上面写的呢 是三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保质期 然后如果保存好的话呢 可以存到五年 这边讲到为什么会说是三年 是因为如果说你三年之后的话 就是三年以上的话 它里边防腐剂的效果就不像原先那么完美了 它有可能会 它细菌会增生啊 然后这个会 重点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所有的日本的讲采木的里边都认为 钢笔水放了三年就会长毛 它们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我也不知道是气候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它们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会长毛 它说在用之前呢 如果说你拿到一瓶老的墨水 用之前闻一闻有没有散发出恶臭 然后看看里边有没有那个霉菌滋生 有没有长毛 呃 我觉得 我在北方呢 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墨水放十年 它顶多干了 它也不可能长毛 在这提了提了一嘴 就是说不要把墨水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场所 呃 又来话重点的部分 就是 当你使用颜亮墨水和古典墨水 就是所谓的铁胆墨水的时候 你的更换周期要变得更短一点 而且他上面还说啊 这个啊 这个钢笔在使用过程中最好不要频繁的去换色 不过理由呢 是因为呃 不同的墨水 它对到一起会产生结晶难以除掉 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你洗的够干净的话 是不要紧的 如果说你洗的是每次都留个底的那种洗法 那还是别这么干了 啊 继续讲回这个 就颜亮墨水就是所谓的超微粒子的那种碳素墨水 然后碳素墨水也好 铁胆墨水也好 因为它们干燥了之后都是非常难清洁的 所以说它的使用周期一定要比之前的要那种那种 那种一个月的时间要短 大概两个礼拜吧 就砍一半吧 两个礼拜 嗯个人建议啊 呃 所以说呢 你这个东西 你过这么长时间你就要清理一下 而且其他的 它后面有讲到就是其他的墨水 你可以说这一个笔记本就用这种墨水 我一直的保持它湿润是ok的 但是呢 它是要排除这种就是碳素墨水和铁胆墨水的 这两种不行 这两种必须要定定期的清理 呃 这个部分就是关于怎么上水的一个问题啊 它这里边讲到说 呃 这个这个鞋乐和嗯 百乐 它两家是可以没过气孔就可以上上水的 有的 有的比 有的款 确实可以 但是 还有很多 它不行 就是它这样上上去之后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上的就噗噗噗噗的 就上上的一点点那种 还是整个怼进去比较比较靠谱 因为本身这个 它那个鞋乐 那那那 坑爹的上墨器就很糟心 所以这部分基本就可以忽视了 像这种什么水位太低了怎么办呀 你把它侧过来嘛 这种 还要专门踢一嘴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辅助上墨装置 就是小瓶里边的那个小杯子 啊 怎么用的一个问题 这个 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它这个就是说 呃 除了你把这个怼进去 它因为 因为这个后面还有讲到 它不建议把这个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上墨器的轴的部分 怼到墨水里去 所以说它这里边有一个 用上墨器来配上墨器 用针管来上墨的这么一个方式 反正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这就是讲到 在笔墨和笔尖总成插的这个地方 就是手轴的肩膀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擦干净 因为这个部分呢 如果怼到笔帽里的话 就会粘到笔帽里 啊 所以说这个部分一定要擦干净 再一个就是说 笔尖表面上如果有很多大颗的墨的的话 也要给它 擦干净 因为这个也有可能会怼到笔墨里 不是 笔帽里 啊 这是一个个人经验啊 它这上面写的是 通常来说的标准操作应该是 在上满了之后再滴回2-3滴 那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呢 你直接把这个笔尖就搁在那个 墨水瓶边上 然后自然的往下留一部分 让它笔尖上面的那些墨水 全部都留掉就OK了 然后这里面讲到 因为它这边所有的操作全部指的是柔软干净的布 而不是纸巾 说如果说你使用纸巾的话 不要摩擦摩擦 就直接用表面轻轻的占掉就可以了 因为 这个纸巾的话会掉墨会掉渣 主要是为了这个的问题 它这还专门推荐了一个 这个好像是什么 婴幼儿童纸巾 就不掉渣的一种纸巾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 请去药店买这种纸巾来用 其他情况请用柔软的布 这个也是之前讲过的 就是在笔沃的部分 如果有金属环的情况下 千万要把它擦干净 因为如果你把它 长时间留在上面的话 还是容易秀实的 再一个就比方说像是 笔沃部分是 像是这个石灰啊 或者有一些镶嵌啊 这种东西的话 也一定要擦干净 而且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先用布 把它擦掉 再沾少许的水 再擦一遍 才能够安心 还有这个 这个部分 像这个是百乐 百乐的这个 使用木囊的时候 一些注意的事项 百乐的木囊 它是一个 这个形状的一个尖嘴 它并不是一圈完全受力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擦木囊 擦歪了 角度不对的话 很有可能把这个地方给弄断 所以说 让你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点 不要把这个玩意弄断 然后白金呢 这边讲到就是 白金它是 这个地方怼着一个球 建议你如果为了方便的话 可以拿个牙签怼进去 当然你直接往上怼 也没什么问题啊 它这个白金就不像它 白金这个是两个边的 所以说 它不像这个会容易断 但是 老塞鲁鲁鲁 就是白金 376什么锦里啊 它那个的 我不太清楚 锦里那款到底 迭代了多少次啊 反正就是 但是有一部分的 Cellulo款 它里边的那个芯非常长 它是超过这个 这个笔沃总成了好多的 这个一部分 那个真的是超长 你上这个 上这个这个 卡水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啊 内容好多呀 这个上面就是说 你买来笔之后一定会有说明书 请看 一定要看 必须要看 所有的各家的这个注意事项 全部都在说明书上了 它这个就完全是摘录了 各家说明书上的内容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啊 就是你怎么怎么上水 你这种上水完了之后 再滴回去两到三滴 然后再把上面就是 就是屁股不要拧得太紧 然后包括这个这个笔尖 这个地方要擦干净啊 这种 这个标准的一个流程 然后就是各家 呃 百乐 这个好像 诶 不对 这是白金 反正呢 他这个这个这个 白君的这个出云系列的说明书上 有讲一些什么 不用讲 这个是这个废话 前面已经讲过了 呃 这个上面有各个笔场 就是到底是要泡到哪个程度 但是也不用看 因为就算他说了 百乐和邪乐 就算他说了我泡孔就能吸上来 但实际上他们吸不上来 你就直接全怼进去就就行了 呃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是啥 啊 这个也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哦 这块 这块 写乐的说明书上 专门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你不要把写乐的上磨器 单独的拿去抽磨水 因为他会漏 哎 总之记住 写乐的这个上磨器 不要直接拿它吸磨水 它会漏的 再就是 屁股这里不要拧得太紧 不然里边的肘会断 呃 这个部分挺重要的 他就是讲 有的比 他会不能跟某种墨水搭配 这个也是说明书上会写的 你像这个是星际行者的说明书 他就说不能跟本家的这个 伯格尼宏的这个万宝龙的这个墨水来搭配 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一种叫什么什么铁 的一种东西 会容易造成他这个金属部分的变色 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万宝龙的这个墨水有点类似于铁蛋的性质 像这个百乐呢 就说我们的823要用70毫升的瓶比较好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瓶太大 一般的那个50毫升的瓶他怼不进去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上卡水的这个就很正常了 这个部分 他说百利金凯兰蒂和惠布加 他会有这么一个操作就是 他在他在笔杆里边放两个墨囊 因为他们的那种欧标小墨囊会比较短 他后面再放一根墨囊是为了防止他掉下来 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说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看这个笔杆里面 两根墨囊就全部倒出来 只用一根怼上了 一根怼上的话 后面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隙 那他还是很容易掉的 他真的很容易掉 就那种欧标小墨囊真的是特别容易掉 那个材料也贼贼 这个又是又是写乐的锅了 写乐 这还有个非常神奇的故事 就是写乐的说明书上写着 你把墨囊怼上去 想让他出墨的话 你要挤压挤压 真的要说写乐的那个墨囊 真的是丧心病狂 反人类反社会 尤其是他那个黑色的 根本下不来 他所有的墨全部都会卡在那个墨囊的底部 就滴都滴不下来 好 关于笔尖清洗的部分 他这个呢就是讲到说 如果你这个笔里边的墨水 干在这个塑料笔里边了 那么他就没救了 他这个说法其实有点危言耸停的 有点极端 不过鉴于他用的是拉米的Safali 这根笔 那我还是默认他说的是没错的 这个笔真的是干在里边就吸不出来 主要是因为他用的这个这个材料 实在是这个分子间隙比较大 特别容易染色 但是他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吸不出来 他只要用那种 有一个叫做The Master的一个洗笔灶 那个肥皂是专门用来养护水产毛笔的 他可以把成年老毛笔洗成原色 那个洗笔灶是对这种树脂染色非常非常有效 除了贝鼠系列 因为贝鼠系列是会把这个这个塑料件整个浸透的 那么一个颜色 这种其实都是表面染色都可以洗掉 他这边就讲到了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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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笔石额的这么一个结构 它会有这么一些凹槽 这个倒墨槽啊 然后这个气孔啊气孔槽啊这个 就这些部分里边容易残留颜色 然后包括你在混色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结晶堵在这个管里边 这些情况有可能造成你下笔不畅啊 或者说是种种种种的问题 所以就说你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这部分的清洗 他这上面建议说不要自己手间去拆这个总成 比如百利金的这个总成 笔尖总成不要闲人门事的拆下来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嗯 鉴于他这个是面向于新入门的选手 那我确实是赞同的就是 初级选手不要闲着没事就拆拆拆 拆拆拆拆拆坏 拆坏的 如果真的是已经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那拆拆拆拆也是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 讲到清洗 我讲两句题外话 就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笔圈里面有个言论 就让你用温水抛笔 不能用温水抛笔 千万不要用温水抛笔 他这里边就是他后面的时候会讲到 有的有的牌子会建议你用冷水 有的牌子建议你用温水 这个并不是 其实这个并不是品牌差异的问题 而是说你适合钢笔浸泡的温水 至少要在40度以下 那人类的体温是38度 他这个温绝对不是你人能摸得出来的温 你人摸的温水肯定是凉的 他肯定比你体温低才会对比没有伤害 因为超过40度 就嗯 是一个分界线嘛 其实是超过40度就会有造成一些损伤 所以说他这个温度 你人类摸上去一定是凉的 所以说有的笔才会写说用温水泡 然后有的笔写的是凉水 但其实只要你自己去摸一定是凉的 人去摸一定是凉的 前提是个活人啊 他这么讲到说 比加总成要用流水清洗 用看图就行了 反正就哗啦哗啦往下冲吧 啊 这个也是介绍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一杯干净的水 然后一杯用来 就是就你吸干净的水 然后把脏水倒在这个杯子里边 这么一个故事 在这里边冲洗 然后再把干净的水再堆到这里边 这个他说是会比较比较节省 但是其实没有省哪去 还有这里边讲到说你在泡水的时候 你像什么木头的鼻杆啊 然后还有一些三中度的鼻杆啊 还有包括百里金的这个 呃条状的那个鼻杆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泡在水里边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呃吸水膨胀 吸水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材料 那就会泡杆 呃 包括连这个吸摸器 他也是建议吸摸器的屁股 不会不要进水 呃这个他虽然没有写原因 但其实是因为他这个屁股 其实是通的嘛 就是如果你接水的话 他里边一直是湿的 你是没办法给你弄干净的 他会导致这个这个部分 有可能生锈啊 然后包括一些 嗯奇奇怪怪的长毛啊发霉啊 之类都有可能 然后呢 他这基本就是说 嗯 要泡可以 就泡这个 总成和鼻沃的部分 其实他里边有一些鼻沃 也是不建议泡的 他这边就讲到说 如果你的鼻杆里边的墨水已经干到 连活塞都顶不动了 不要强拧 他这里边就给你一个惨烈的例子 就是因为里边拧不动 让你强拧了 这个杆直接断了 这种情况下就就修吧 就就除了修 没有别的方法了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呢 他是说 嗯 经常水洗的话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就是说 嗯水洗的话会让它变干 还是接触墨水会比较好 那水还是不好的嘛 嗯 然后这部分就是讲说 不要用洗的精神去洗 像这种 所谓的这个笔握一泡泡一晚上的方法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会造成笔尖 不是笔尖 笔尖弯曲的可能性 然后呢 就不要用清洗剂 因为清洗剂 它会对笔尖 就是笔舌 包括这个里边的一些布件产生作用 它会让它这个结构 它会让这个部分脱脂 然后就会变得又硬 嗯 其实应该也会变脆 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下这个钢笔清洗液 钢笔清洗液这个东西呢 它也算是清洗液 但是它没有问题 是因为如果你摸过那个清洗液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油油的 它非常油的那种东西 它就是为了不让它脱脂 所以说专门的钢笔清洗液是OK的 我只买过这一式的 没有买过其他牌子的 至少这一式摸上去是非常油的那种 这个时候晾干 一定要洗干净之后 完全晾干了之后再拼装 而且注意它这个手肘 就是前半部分这个这个这个领件 比握的这部分这个领件 里边的水要给搞出来 然后它这个里边就是说 讲到了一个 这个一个已经 已经烈化的一个例子 出现就是已经 被弄坏了 就是不好了的这种情况 因为被墨水变的这种情况 它会有可能变成 就是变松 啊这个就是说 把你洗完的布件 放在一个铺了一层纸巾的小盒子里边 然后让它自然的阴干 而且这个布件还不能平放 你要给它支起来 支起来 这样放 不要笔尖向下 然后这里想到笔帽里边的这种污渍呢 怎么去除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边有什么弹簧啊 螺丝啊什么的 去除的时候 要你小心一点 不要把这个布件碰坏 这就是说 让你拿个猪签 往里面捅骨捅骨 这么一个故事 或者说呢 用湿巾来清除 不要用带酒精的湿巾 用这种五酒精 它是推荐这么一个牌子啊 是是 口腔清洁湿巾 半酒精的一个湿巾 唉 这么一个故事 还是我继续推荐我的The Master洗笔灶 可以让陈年老毛笔 变得洗回本色 并且毛发柔顺 因为它是护理那个天然动毛的一种 一种东西 这个又讲到说 收纳的时候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 要把这个笔收起来 那么它就要完全洗干净晾干了之后 然后再放起来 这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例子 就是你没有 你擦干净了 它就是这样的 没擦干 后果就是这样的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说 在你保管的期间呢 就每隔一段时间 也要让它放放风 接触一下新鲜的空气 尤其是美与世界要注意 我在北方我没有这个概念啊 我们这就是湿度常年 不超过5% 所以说我这不存在美与的这个问题 那南方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种盒里边保管的话 它而且 反正就是 要保证透气性 美与世界的时候要注意 再一个就讲到 笔杆的擦拭 它让你用 比方说像3776 它让你用这种 露绒露皮来擦 也不需要沾水什么的 就直接擦 包括什么指纹啊污渍啊之类的 它这倒是有一个 推荐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一个布 这个是专门用擦木料的布 并且是 叫做 嗯 焕发光彩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闪亮的这么一个 一个布 可以让木头变得闪亮的一个布 真的是很神奇 我是不知道这种布 应该叫什么 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 CAPLIS CAPLIS呢 它这里边就说 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这块又是弹簧 这块又是弹簧 并且告诉你 如果洗完了之后 它贼尖的难干 基本上你这辈子都干不了那种 真的是干不了 放好几个月都干不了 不要问我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洗过 然后这个笔尖 这部分笔尖和这个套桶 是可以洗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千万不能洗的部分 但是有的时候它漏呀 这个CAPLIS有的时候它漏墨呀 所以说也没办法 就是弄完了之后 一定要把它想方设法的烘干 不是让你用烘干机烘干啊 就是自然一点的方法 比方说 怼个大米什么的 放个放个纸巾小盒就OK了 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个钱嘛 就这个纸巾小盒就OK了 这个是洗笔的方法 也是完全摘操自各个品牌的说明书 如果你买了笔的话呢 就一定要看说明书 这就标准的洗法了 就是不停的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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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洗到干净为止 然后这里边有讲到一个 让你放一个晚上 这写乐自己说的啊 让你把整个都 这个只有写乐说了 请注意这个泡笔的方法 只有写乐说明书上这么说 而且他自己前面还说 千万不能泡 就是他干的 写乐自己说 让你把这个整个泡在里边 泡一个晚上的 是吧 这个虽然笔圈里面 大家好像都说泡一个晚上 但这个源头是哪呢 就是写乐这个坑 就写乐这个坑 他自己干的事情 而且他自己还说不要泡 然后他说明书上还写你要泡 关于定期的清洗的这个问题 他也是说不同的品牌 他要求的定期清洗的时间不一样 有的是让你三个月洗一次 有的让你两到三个礼拜就洗一次 然后呢像写乐 他上面写的就是三个月洗一次 呃 对 三个月洗一次 并且他上了什么长期 就是长期保管 就是长期不用保管之前 要给他搞干净啊之类的这种 前面都讲过了啊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啊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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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克林 好吧 这是康克林 康克林和蒙特韦德 他的这个这个 说明书里边讲的是 两到三周洗一次 写乐是三个月一次 然后康克林和蒙特韦德是 两到三周洗一次 他这个 嗯 还是既然说明说话就这么说了 就是他这个是不要很保守啊 他这个两至三周完全是 换墨的频率 他应该是指的是 两至三周让你换一次墨 嗯 就就完全清洗一次 这样一个概念 这是很保守的一个一个 一个说法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嗯 我也回来了 我刚刚录到我的手机没电了 哎呀 紧敢慢敢想要去把我的这个线插上 敢在他提示我30秒关机之前 但是 还是没有来得及他而管了 不过没关系他现在又火了 我们继续 百利金的这个说明书 他上面有写到 就是在你使用蓝色和黑色墨水的时候 要频繁的来进行这个清洗 我猜可能是因为 因为蓝色本身这个色料吧 这个传统的 传统的这种颜色色料 确实是 呃 损伤会比较 会比TH也好啊 就是容易出问题 并不是每一个都出问题 大多数 因为蓝色色料的问题 就是他的酸性都会比较强一点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这个 水洗温度的一个问题了 嗯 百利金说的是 千万不要用温水去洗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个温水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他严格要限制在40度以下 因为到了40度 对他来说就是不好的事情 那么人的温度是38度 你去摸他 你人去摸一定是冷的 所以说但是你说一个一个30多度的水 到底应该算是冷水还是温水呢 我是觉得是因为这样才会导致的这个区别 嗯实际上来说你人就是常温的水吧 常温的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 这家 这家 克罗斯 克罗斯他们家说用用温水来浸泡 这个时候要讲到克罗斯是写乐代工的 哎呀 这个好多臭不要脸的这个部分都是写乐干的 都是好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个说法 像是这种 把比较泡一个晚上啊 用温水去泡啊 这都是写乐干的好啊 啊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洗剂的问题啊 不管各家说的都是千万不要用各种洗剂 就这样就OK了 不要用奇奇怪怪的洗剂机啊 专用的这个墨水清理的是可以的 嗯再就是白丽金这个反复讲了N多次的 千万不要把他这个杆子也泡到水里边 因为泡了的话就就容易爆嘛 哎呦 还没完啊 这个日常使用的部分 奥罗拉 奥罗拉巴巴的呢 它的这个部分非常的脆弱 有可能会漏墨 所以说请大家注意 但是他也没有告诉你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避免 只能是天天由命 接着讲到百里金 百里金的这个因为它是树脂的产品嘛 如果说受到冲击的时候呢 反正基本上这些这一部分讲的都是说 我们的抗物理打击能力是零 不要粗暴的对待他们就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就是讲说如果说受到冲击的话 容易会开裂 你像之前那个讲到笔袋的时候 像这个讲到笔袋的时候就说过 笔夹不要向上放 为什么他可以向上放呢 是因为一个是他这个笔夹的部分单独做了一个 与众不同才是 再一个是他这个东西 上期我们讲的时候看那个图已经看到了 他侧面是拱起来的 完全不会压到他 而且这种包出门也不是让你使劲在正面上 还压他的不是这样 如果说是这样的这样的笔盒的话就是 无所谓的反正都能保护住嘛 他有支撑嘛 这个OK 这个就是再次重申屁股不要拧死 以及呢这个就是嵌盒式的笔袋 就嘎嘎嘎嘎的这种笔袋 开的时候不要大力出息气不滋一下的 直接就很豪迈的拔出来 如果这样拔的话容易造成墨水的费剑 那就轻轻的拔 不过呢这个咔嚓咔嚓的部分 用久的时候一定会松的 这个是够早的问题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是换了 这就讲你在和笔帽的时候还是要扶一下的 主要就是怕你和笔帽的时候对不准 直接怼到笔尖上了 主要是为了这个担忧 然后呢 这个讲的就是说你的笔帽 不要大力出奇迹给他拧到头 这个时候要抓邪乐出来鞭尸 是谁让大家觉得这个笔帽可以拧到头 还不是邪乐 就因为他整天说是自己的笔帽 最后有一部分是那种 最后一个阶段有一种往里边拧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最后有一段往里边拧的那种手感 会有种不同 那个阶段不是让你拧死的 就是这种错误的印象全都是坑逼邪恶干的 就是邪乐告诉大家全都是错的 不是说告诉大家全都是错的 他是正确操作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是正确的 但他吹牛逼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带到坑里 这个不要拧到头 不要大力出奇迹 拧到不能拧为止 如果你真的那么拧的话 那你的笔帽里裂就不远了 再就是说 在你的笔帽往屁股上怼的时候 也不要太大力 也不要大力出奇迹 然后也不要使劲的怼上去之后再拧来拧去 然后这个就是说定期保养的问题 是三年一次完全拆解的大造处 下面是一个零件图 没有什么那些东西 我靠还没完 哎呀好了最后一页了太好了 这些还是使用说明书的问题 这部分呢依旧是那个老生常谈的就是说 这个笔最好每天使用一下 前半部分全部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说 你这个笔每天用就OK 你这边墨水用的越快你的钢笔就越保养的好 但是如果说你不用 你把它搁置不用 那就是最上笔的方法 就是万年笔最好的手入方法就是你不停的用它 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呢它这个上面是说表面上如果说你想要 擦掉一些指纹啊一些脏东西啊表面上的这些玩意啊 啊就是用 有的是说不让用湿的布 有的是说可以用湿的布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这个 书面书吧 这个白金的就是说就是不要用湿的布来擦 然后呢这个是 这什么呀 嗯不管了反正就是我现在脑子已经硬了 我实在是看了这么多的片价名我整个人都已经不好了 就基本上就是说你看说明书就行了 如果它的材料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让用湿布擦的话 它说明书上一定会写 啊 然后这这一部分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个人的钢笔会是 就是它会 因为它会有你自己个人的书写面嘛 它会有你自己的书写的感受 如果让别人去用了你的笔的话 那么它的书写感受就会变 有可能就会变得你不喜欢 所以说就是不要也没有说建议你不要 就是说如果你借给别人的话 它的书写感受就会变 紧接着就是说你保存的时候要使用尖朝上的保存 保存的这个状态 在笔盒里面收纳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你平时鞋带也好啊 你平时揣包里边出门也好呀 要保持在一个笔帽 就笔尖朝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长时间不用的话 洗干净 然后并且是吸木器保持空的状态 来保管 反正就是长时间不用洗干净 并且硬干然后保管 这部分依旧是在讲 钢笔抗物理打击 物理防御为零 不管是各种方法 不管是撞击也好 粗暴的对待也好 它都不行 就这么一个概念 就请小心的仔细的对待它 不要用硬木去碰撞它 不要去摔它 这样的一个东西 携带的时候呢 也要把笔尖朝上携带 嗯 然后这个就是 因为就说什么 半年比对于气压变化很敏感啊 什么什么的 如果说你用水 用温水来洗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是这么个意思吧 看一下啊 好吧 下一个飞机坐飞机的时候 汇布加上面说的是 要么就是完全放空 要么就是装满 然后也有的呢 说的是完全放空 共通的就是 比比就是 比尖朝上 这么放着 那为了稳妥起见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全部把墨水放空的 比较安全 要么你把它灌满也行 但是灌满并不是百分之百就OK的 有的时候你灌满它照样也 也刺 还有就是保管的时候 千万不要阳光直射 然后在高温的情况下 也不要也要注意就是 天气很热的时候 放在车中的话 就要注意了 那个温度是不行的 用柔软的湿布来擦 让它自然干燥 不要使用任何的化学药品 然后也不要不要狂晒它 就这样 你像他这个说 就说什么 夏天的时候啊 在车中长时间放置啊 包括你拿火烧它啊之类的 都会造成不好的 然后一些一些容积啊 也都会造成不好的 用布来擦它的时候呢 这个布当中除了水之外 其他的液体都不要 如果说是 哎呀不对 这个还不是笔尖 这是笔杆 笔杆的话呢 高米清理液也最好不要 反正就怎么样 就柔软的布 清水擦拭 OK 哎呀完结了 太好了太好了 这一步